大家好我是小野 我有時候跟人家講我是小野的時候 其實不要不要別人反應怎麼樣 因為那個小野實在蠻怪的 我最近回到我的母校去領一個獎 然後招待我的是我大學的那個新生 他帶著我走路時候就忍不住問我說 你為什麼叫小野啊 因為這個很像日本人 然後他口氣說他不認識我啦 雖然我剛才上台領一個獎 他還是不認識我 他忍不住我說你為什麼叫小野 我說這個題目什麼意思啊 他說因為日本人啊 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說師範大學不太有日本人 類似這樣 那今天來到我們這個節目的 是我十年前認識的一個好朋友 然後中間見了幾次面 中間又斷了聯繫 他叫做小魚 小魚你好 小野老師好大家好 我叫飛小魚 他叫飛小魚 他有好幾個名字 他本名叫蘇仁 蘇宜仁 蘇宜仁 然後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叫做想飛的魚 他的在網路上的名字叫想飛的魚 我在十年前自己開了一個部落格 叫小野家族 然後在那個個人新聞台 PC Home的個人新聞台 那是第一代的 那個那個那個部落格第一代 剛好明日報 明日報開始 然後後來就有新聞台 然後他們鼓勵我開了一個台 開到現在還在 中間只是斷斷續續 我弟弟比我還熱心 因為人在美國比較寂寞 那時候其實還不是部落格 那時候是新聞台 可是很紅 新聞台跟部落格不一樣 部落格的型態是算後來出現 然後新聞台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一個平台 就留言可以寫字 文章然後留言 其實那時候沒有像現在花樣這麼多 這樣子 對然後沒有說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直接留言 當時我們是有在留言板裡面 可是那個形式已經算是台灣最早開始只有那種新聞台 然後那個開了新聞台之後 我就認識了非常多四面八方的朋友 尤其是年齡不相近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批朋友 都是我跟我同年齡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學生之類的 就是年齡差距很大 有了這個網路這個新聞台之後 突然認識了非常多不同類型的人 可是不同類型這樣講好像不太對 又是同類型的 因為都比較喜歡寫作 這群人一聚在一起很聊的來 後來才發現網路有個功能 就是好像社群這樣子 那這些人跟我的成長背景經驗差很遠 有的比我小很多 那可是大家會上來留言 所以不知不覺就變成朋友 就開始也會來網聚 網聚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習慣在小野家族裡面 都叫小野伯伯 小野伯伯 對那我覺得最佩服的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對我而言 我是從很早很小的時候 我們開始在閱讀啊 我就看著這個勇之聲啊 然後就看了很多 那我剛剛有跟小野伯伯講說 我說其實在我們很早期的時候 那些文學的作家 到最後幾乎 因為現在的這個閱讀的習慣都改變了 所以大部分的那些純文學 或是早期那種文字很優美的作家 通通都不見 可是我覺得小野伯伯很厲害 他居然是 我到現在還記得 他開那個小野家族 先從一指神功開始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我那時候勉強開的 根本還不太會電腦 對然後你就從一指神功 然後那時候還不太會 一指神功不是我 一指神功不是我 是我們另外一個作家朋友 叫陳宇航 他是一指神功 我不會啦 我好幾指啦 你好幾指 但是你們都是從開始慢慢打 然後到最後就跟大家 就串連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感覺就很好 因為就變成說那個感覺就像你剛剛講的一樣 那個年紀全部都打掉了 而且來自台灣各地 對可是你完全沒有年紀的界線 然後也沒有職業什麼都沒有 就是大家愛文字 愛書寫 然後就串連在一起 那種感覺很像同學啦 所以後來我們就時常開玩笑說 同學會 很像一個同學會在網路上面 而且那個學校是一個不會點名的 然後也沒有教官 你上來留言 然後你昨天缺課 你突然消失 那網路大家也都知道 會有人來 忽然很熱情 一段時間又消失 有些人是 來了一下他又害羞 總而言之他是很好玩的一個社群 那維持了十年 然後到現在還在 然後我中間會一直忽然上班 我一上班就荒廢了 然後我就去我自己的公司 又要開一個網站去做別的工作 那我弟弟 他是一個個性比我還持續有耐力的人 然後他比我細心 我弟弟在網路上叫 慶仁叔叔 教授 教授 或者是慶仁 有時候是教授或是叔叔 對 然後這個家族就基本上 校友老師沒有空的時候 就是教授來幫忙大家 然後維繫這樣子 對對對 他叫教授 會叫的野獸 他說教授 敬仁教授 因為他也 他曾經也寫過蠻多民歌 在那個民歌時代寫過很多民歌 所以他有個筆名叫敬仁 江青月敬仁 很靠近仁的意思 那叫敬仁教授 那敬仁教授在那個網路上 比我受歡迎了 因為他比我懂網路 因為他在美國教書 他說他實際上要用得非常好 那個電腦跟網路用得非常好 他比我懂的網路邏輯 他說 他說 欸哥哥啊 你可別以為你又像過去一樣 在講台上演講 別人聽你講 然後你就不理了 他這樣也跟你不互動 他說現在時代早就改變說 這是P2P 你不跟人家來往 不講話 他就不理你了 他不是那種 你一個人講大家聽的 所以我弟弟比我了解這個 世代的改變 他就會上去跟 誰好啊誰好啊 歡迎你上來啊 你最近好嗎 他會去關心大家 他果然每次他上來的時候 那個人群就聚集 他消失了就人群消失 所以一直有人問我說 到底你們那個版主是誰 我說其實是我弟弟 因為我有時候沒有帶電腦 出國去 網路的文章一直在貼 最近我去馬來西亞也是出書演講 那讀者就上我的網站說 你怎麼不是還在馬來西亞嗎 怎麼文章一直在貼 後來我第一次上去說是我貼的 他沒搞清楚 就是又是一批新的 一批新的網友 其實在很盛的時候還不止喔 還有貓頭一腦嗎 都有都有 對對對 一大堆文章 小野老師一家人 其實大家都上來 然後我覺得那個網路 他那個改變的那個力量實在很大 因為他會把全家 然後所有的人 大家通通都串聯在一起 然後如果一直留下來 十年過了 還在的 那個感情喔 他的文章還可以到回去找嘛 對 那我就比較沒有往Facebook 可是因為 我有段時間忽然覺得 Facebook是太多隱私了 然後太互動了太快了 我們這一代真的跟人家不太一樣 我們很慢的 我們節奏很慢 以前就是打電話 或者說寫寫信用手寫信 連Email都沒有的 所以忽然變那麼快 對我們來講 覺得好像原來那個新聞台比較對 對 雖然新聞台跟別人來講 比起來也是有一點點好像慢了 新聞台現在跟那個Facebook 或者是即時的MSN比起來慢了 但是我覺得 我們常常在思考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微網誌 大家說Facebook 或者是普朗是微網誌 我覺得微網誌是一種即時的互動 可是我覺得 部落格 其實新聞台現在也變成部落格 他這種書寫 他其實是長久的 那我就想說 對我們這種喜歡文字的人 我說你千萬不能讓你的部落格停下來 部落格才是王道 因為他會一直累積下來 然後那個東西跟你即時互動 那種熱鬧啊繽紛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講到這裡就想到說 今天我早以來是談一個主題 就是你的改變對不對 那可是跟網路還是有關係 你原來好像原來有寫作 可是後來網路上 後來你的職業一直改變 改變到後來 你也倒過來 也因為有網路 所以你又寫作 因為網路上寫作 你可以寫得很長 他也還是可以是一個作品 到後來很多網路作家 透過網路寫作 那你的 你原來是應該是應該寫作 不是應該這樣 應該才不對 因為你中文系 那可不可以說說看你的那個 一般中文系大家都很好奇說 中文系是不是覺得要寫作 或者中文系畢業後要做什麼 我最近最常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事情講起來也蠻有趣 因為我們中文系畢業的同學 大概95%以上都是去當老師 幾乎都是受傷這種 可是你是你那個年代啊 對 我們那個年代幾乎都是這樣 像我同學都是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少數幾個 走大眾傳播的人 就幾乎是 算是很罕見 那我走的路線又更奇特 因為很多人都說 啊你念中文系 那很適合當記者啊 可是偏偏 我畢業之後 其實剛剛小玲老師在講說 我那個改變我也覺得很有趣 我第一個工作其實是滾石唱片 所以你一畢業後去滾石唱片應徵 我去那邊我自己毛遂自見 我在成大念書的時候 我就自己知道說我想要 因為我很愛唱歌啊 然後我想往台北發展 然後我對大眾傳播這個領域其實是很陌生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南嘛 然後我又是高雄人 那後來就有同學跟我說 那你先去宣傳部好了 其實對我來講我喜歡去企劃部 可是他們覺得說宣傳部是第一線 你說滾石在宣傳部 對他說所有的東西是第一線 你跟歌手第一線接觸 那個東西那個感覺會震撼最強 所以我就毛遂自見 進去滾石宣傳部 可是我只待在四個月 我就離開了 因為太自由了 我想小玲老師知道這個 他自由什麼意思 通常不是很有壓力嗎 帶歌手跑不是壓力非常大 就是滾石的他太天馬行空 他是一個很棒的環境 可是那個時候呢 比如說舉個最簡單例子 我可能是那種 比如說我們是九點就要去公司 很多人他就會覺得 都必須要到中午十二點 然後他就覺得 你就應該要在晚上九點十點十一點十二點 他沒有一個上班時間 對他的太自由是指 他完全他的管理其實是鬆散的 然後我會覺得說 我跟那個裡面的那個情況 有一點點比如說我會覺得 欸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就要跟大家和在一起 你才有辦法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啊你會寫東西 好寫新聞稿 你會拍照 好你拍照 那所有東西你就 你一個人做 就全部一個人做 那我覺得 當然那四個月的磨練之後 就讓你沒有什麼好害怕 然後我就回過頭去當記者了 那當記者這個更好玩 我居然去當了個財經記者 也是因為他們剛好沒有缺 說你一來跟你分到財經 對就剛好有人介紹 然後我就進了自由時報 然後就跑證券 可是事實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我在成大念書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念中文系的人 會很不屑財經的東西 很不屑財經 對我懂 跟我小時候差不多 完全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家人在投資股票 我記得那時候民國 那時候我哥哥在念醫學系的時候 他就在投資股票 我覺得他非常的慫 然後我覺得很俗氣 怎麼大家就沒想要搞到最後 我自己去跑證券這樣子 然後這個真的是一個 剛剛講說你從中文系 然後到你去跑證券新聞 然後跑所有的東西 你要怎樣的去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但是那十年 我把我的文學的東西 全部都丟一邊去了 所以你這個有跑 整整跑十年 超過十年 所以你最長的工作是吧 對然後那時候 我的記者生涯來講 大概差不多是一二年 然後那時候有在 就自由時報啦 然後時報系 中國時報系 聯金報系 有超過十年 工商時報 工商時報 然後聯合晚報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在那十年裡面呢 我把我學生時代 跟我小時候 所喜歡的全部的那種 所謂的文學的東西 全部都丟一邊去 然後在那個長達十年時間 我沒有辦法去看半本文學的書 那是一個很大的 可能是因為我 沒有時間看還是已經不想看了 我覺得沒有時間 應該最主要出發點是在於說 心態 因為我覺得我的工作是做那個東西 我就把所有的時間都拿來 你的個性是屬於比較 就一投入就很投入 看得出來啊 對 所以那時候我所有念的書 不管我再怎麼樣子 我覺得我一定要去看 什麼 再艱深的 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從工商時報被挖腳 去聯合晚報的時候 那時候是 1994年剛好 台灣的期貨市場剛剛要開放 然後聯合晚報要開一個期貨版 然後所有證券的人 沒有人願意去跑期貨 因為他覺得證券才是一個 最夯最熱門的市場啊 那你居然要去重新跑 那個最冷門的那個期貨市場 那我記得那時候主任找我 我就我就說我接受 那我就 我在跳槽過程中 我去了夏威夷度假 我真的買了一本期貨一百問 好期貨一百問 然後就在那個夏威夷那個 Waikiki海灘啊 那麼浪漫的海灘 我在K期貨 嗯 會不會覺得不太對 不太對稱了 不是不太對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太可惜了 非常的衝突 但是可能就真的是個性使然 就是說你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 我覺得我很敢接受新的挑戰 聽起來是很厲害哦 很多人都不敢 他們都不願意改變 因為改變就是一種冒險 蠻難 就是改變 有些人個性他就是有點自閉自閉 他改變真的蠻難過 除了自閉之外 還有一點安逸 安逸 因為你習慣了 你就覺得那是一種 這樣可以過一輩子嗎 對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經過一些新的東西 像我光是記者這個領域 我跑的路線 就轉換了非常多種 就是我記得 就因為我敢接受新的東西 然後我還去跑共同基金 最好玩的是後來台灣 還有延伸性金融商品啊 什麼任股權政啊 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沒有人碰的 我通通都去接受 然後去跑什麼小本創業 那或許是因為我的路線 跨的比較廣 所以當時在我們組裡面 就很好玩 因為我們有分百姓 那我就三個小組我都有跨 然後也因為這樣我才 也這個我自己講起來 就覺得蠻好玩 就是也因為這樣 因為照道理 就是說你同樣一個大的證券組裡面 可能我們有十幾個人 可是你是屬於上市公司組 你是屬於期貨組 或是什麼組 那我什麼組我都跨 所以我才會造成說 我有一次有五個版的 板頭的那個紀錄 不然你是其實是沒有辦法這樣 那你應該就是 你本身是很 聽起來是你真的很勇敢的去 跨你非常陌生的領域之外 你本身在這領域裡面 你還是做的有比別人更 更努力更更複雜 你可以做難度很高的 對 我們待會再繼續聊你這個 生命中的這種 這個很特殊的這種轉變 嗯